10月3日,港媒报道,杨颖因为去看风马秀,疑似凉凉,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目前杨颖确实受到了影响,有网友发现,社交平台换她的头像会被拒绝 华一上面已经有动作了,杨颖粉丝辟谣说是平台系统问题,已经恢复正常,呼吁不要造谣 但是,很多人质疑,为什么杨颖帮不对风马秀事件做出回应,头像一出问题就立刻澄清 是怕了还是心虚,知情人透露,官方已经在查杨颖的广告,并透露了一些内幕 此外,杨颖的新剧《漫影寻增》,原本是女主角,后来却变成了友情客颤 有人说是因为剧集是单元剧,戏粉不多,杨颖粉丝和黑粉一直似的厉害,不知道这次会怎么样 大家都知道,杨颖的口碑不佳,除了跑男没有什么作品,上热搜也只是靠脸 很多人觉得她是花瓶,今年播出的两部剧成员《暮色新约》都没有引起任何关注 就算是暑期档也没人看,很多人认为杨颖是靠黄小明红的,以前只是个小模特 离婚后杨颖的资源更多了,甚至有人怀疑她有后台 如今杨颖被爆疑似凉凉,对此你怎么看呢